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宁愿让客人多等一会儿 我也不想让客人吃到半生不熟的食品 所有的配料每年早上我都在亲自到市场去采购 这是我开店十几年来的习惯 我认识明镜与点栏目有十几年 我也是把自己最好的留给他 然后他再挑一遍 最后才到地面 我从我刚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家就在做沙茶面 当时沙茶面不是为了赚钱用的 那真的是为了养家糊口 后来我退伍回来了 当时也是为了生计 也是为了继承老爹的这门手艺 现在炒这个火候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慢火 关锅还要快 我自己刚才炒的那个沙茶 再加上这个花生糕 搅拌搅拌再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秘方 最后就成了这种成品酱了 这汤都要浓一点 越浓做出来的沙茶 汤越顺口越香 这两位真心要吃 好 这一位真心要吃 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 对 好 老板 算帮你来这份 老板 好 你把盗牵起来这么大一份 好 那你把盗牵起来这么大一份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有时候也来对 吃哪分钟吧 好吃可以的 来我们店吃面的客人一定要有点耐心才行 我宁愿让客人多等一会儿 我也不想让客人吃到半生不熟的食品 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 盐料加料和主食煮完以后倒到碗里面 加上我们熬好了这个沙茶龙汤 就成了一碗鲜香四溢的沙茶面 客人也是说你生意这么好 都拍个播也没关系 都请个工人就好了 请人主我怕他煮不好 我自己也不放心 反正是亲一亲回 也是为了做给小孩子看 让小孩子从小明白 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 做什么事都是理解的 是比较辛苦的 哪有不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很值得 这家店就我们夫妻两个 给上司夫妻店了 一般中火我来做咯 七火他来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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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